请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中部国际机场的魅力吧 准备就绪,护照也拿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嗨,大家好,我是Tokona Mesela,请多关照 今天我要去度假 哇,在日本中部国际机场坐飞机,去海外 对了,我要早点去机场 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挖掘一下中部国际机场的魅力 哇,好激动人心啊 哟,我得走了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位于爱知县明古市以南 伊士湾长华海域的人工岛屿上 交通十分方便,驾车从明古市内出发 可以利用明古高速公路,直多半岛公路,新特利亚县公路 行程大约为30至40分钟 乘坐电车从明古车站到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站最快28分钟即可到达 并且机场站与航站楼的联络通道均为无台阶缓坡 搬运大型行李也毫不费力,非常方便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乘坐连接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与中部地区各个城市的机场大巴或出租车 每天有从三重线的金和松板到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高速客轮运行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面积之大值得夸耀 其面积相当于120个明古镑球场 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代表日本的制造业聚集于爱之县 作为中部地区空中门户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于2005年2月正式启用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国内航线网络在日本的国际机场中位移勤列 可以从日本各地乘坐国内航班到日本中部国际机场转乘国际航班飞满海外 不论是旅游还是出差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都会使您最好的选择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规模可与成田国际机场关系国际机场相媲美 是国际枢纽机场之一 现在请让我和傅向您介绍一下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魅力吧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交通快捷方便 这么快就到了 我们从哪儿开始参观呢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内有很多商店 有餐厅 土特产衣品店等等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航站楼四楼的红砖街及灯笼街 重新接近的空间里 淋漓着各具魅力的日式 中式 西式等各种餐厅 咖啡屋 甚至还有书店 杂货店等 让人应接不暇 哇 是鸣鼓小吃 真令人垂涎欲滴哟 肚子都扁了 可是那么多的种类 真让人眼花缭乱 不坐飞机的人也可以在这里享受乐趣 节日约朋友一起来逛逛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其实这里的乐趣不只是进餐和购物 对了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还有眺望浴场呢 您在出发之前或到达之后 可以在机场度过一段悠闲时刻 甚至您还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面 哇 好漂亮的新娘啊 中央花园洒满阳光 很适合举行婚礼 一对新人看起来好幸福啊 哇 好羡慕 风和日历 真舒服 哇 是飞机 这飞机好有魄力啊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跳往台 带您进入幻想般的世界 用餐时还可以欣赏眼前的 衣食弯和起降的飞机 真是情调十足 夜晚的机场好浪漫啊 哎 那架飞机和别的飞机不太一样啊 该不是VIP专用机吧 企业或个人作为公用或私用使用商务机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也为商务机提供服务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可以24小时随时起降 还备有可供大型喷气式商务停机的专用飞机库 不过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魅力不仅于此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除了客机 商务机 还有货机在此起降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还是24小时营运的 航空货物的国际枢纽机场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 南部国际机场位于日本中部 其周边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可以快速完成货物收集及配送 其中备受关注的是由 堪称全球最大级别的货物运输机 梦幻货机实现的海空连运 本地区生产的最新锐中型喷气式客机 波音787型客机的机体零构建 首先从港口装船 运输到日本中部国际机场 然后通过专用运输道路 装入梦幻货机 运往美国的组装工厂 大家看 那就是波音787的机翼 为了更加顺利完成 此类大型货物的运输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 还修建了梦幻货机作业中心 用于暂时保管机体零部件 及地勤车辆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 是全日本唯一一座开通 梦幻货机航行的机场 以此与世界相连接 为日本的制造业贡献一份力量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 不只是旅客运输 作为物流基地 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哟 没时间了 得快点办理登机手续了 国际航班 应该是这边 对了 前几天我乘坐国内航班 去洛尔岛的时候 通过网络事先预约后 就靠一部手机 轻松便捷地办妥了登机手续 而且没有带需要托运的行李 就直奔安检通道 很快就坐上了飞机呢 国际航线区和国内航线区 连成一体的功能型航站楼 也是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特色之一 因为是在同一个航站楼 所以可以在近距离 短时间内完成转程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进一步推行 无障碍设施 比如为轮椅利用者提供 方便的无台阶坡道设计 宽敞的电动人行道 电梯两侧设门 以方便轮椅上下电梯时 无需调转方向等等 充分考虑了男女老幼 残疾人等所有人的使用 其设计非常人性化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 不会为力争顾客满意度世界第一的机场 其设计细心周到 真让人感动 顾客满意度 是在评价国际机场时的重要因素 理所当然 这个机场的评价是很高的 出了检票口 经过交通大厅 到出发大厅的移动 没有任何障碍 非常方便 下了自动人行道 眼前就是出发大厅 登机手续柜台 近在眼前 方便快捷 办完登机手续 就是办出京手续了 啊 对了 在机场内发生任何问题 都会有机场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为您排忧解难 真辛苦他们了 办完出京手续 眼前就是免税店 化妆品商店 时装商店等各种商店 展现在您的眼前 逛免税店 也是海外旅游的乐趣之一 好兴奋啊 离出发 还有点时间 去购物吧 日本中部国际机场是 让人心跳的天空之城 不论您是乘坐飞机 还是不乘坐飞机 都可以在此尽情享受一番 这就是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 魅力所在 还没到目的地 就尽情享受了一番 各位 再见 marker 除此 明天 之后 明天 不必 给你 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